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涨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赚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买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卓鑫 今天是新春红盘的第一天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龙年吉祥,龙年发大财 好康,都好利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今天果然如预期 创下历史新高,不只是盘中 收盘也在历史新高 创下了史上第二大的涨点 成交量也将近5000亿 来到4935亿 那大家担心,老师这么大的量 到底是大户在出货吗 我个人的判断 应该是短线客 例如说报股过年的投资票,哇一根大跳空 短线上获利的卖压,不过 从今年新历年再来又碰到选举 再又碰到这个农历的过年 不少大户呢,甚至是法人啊,机构法人在这个地方陆陆续续做减码 但是因为国际股市啊,尤其是美股 在我们廉价期间,AI的相关群群涨幅非常非常的惊人 虽然在开盘的前一两天有一个回荡 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如果当时有注意的话 13号晚上美股怎么跌那么多啊 那昨天出现了反弹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就把廉价这段期间 美股的涨幅台北股市今天一天把它做了反应 所以今天的涨点也格外的大 投资朋友不用担心 因为就量先价型的角度来说 新大量之后还有新高点 我个人判断今天的高点 18,700,000,不会是这波的高点啊 那我们想想看,回顾一下 其实在去年的这波起涨是在11月初嘛 对不对,10月底,11月初当时 在11月初大概11月中吧 从周线来看 当时我就提到 这波是主升段的主升段 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我待会会拿 当时我跟各位分享的图 拿来给各位看 那我昨天晚上大事的话呢 对,因为前一天 13号晚上 CPI公布 CPI公布虽然是放缓啊 回到3.1 不过 比经济学家预估2.9还要高一些 他前一个月是3.4 1月份呢 来到3.1应该变比较好啊 可是 经济学家预估2.9要到3以下 所以当天美股公布之后 哇 道琼重做 我印象没错的话 应该当天是跌了500多点 盘中还跌超过800点 那是3号晚上 那昨天呢 美股出现了反弹 我在写大事业话的时候 其实美股在平盘附近 不过美股昨天是纷纷拉了 漫长的下影线 是拉尾盘的 那我在昨天晚上大事的话提到 因为廉价期间 昨天不算的话 废半有3%的涨幅 当昨天废半又涨了2% 所以 在廉价期间 废城半倒底是涨了5%以上 那包括台积电 ADR 灰打都有11%的涨幅 安谋更涨了78% 廉价期间 涨78% 美超位也是涨爆了 所以呢偏多操作不变 有没有 昨天的结论 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美股 我写大事业话大概在这里 道琼回到平盘附近 结果 道琼拉尾盘 全部四大指数 全部拉了尾盘 昨天的美股 那我们来看一下道琼 对这根长黑 有没有 就是前一天吧 礼拜三 前一天应该是礼拜二 13号 13号那天一根长黑 昨天反弹上来了 对不对 13号那根长黑 一个大跳空 那个S&P500 有没有 全部都回来了 只是道琼回来幅度比较小一点 费半纳斯达克和S&P500的反弹幅度还不错 那当然 偏多操作不变 尤其今天台北股市台积电的带头 一个大的跳空缺口 真的是蛮夸张的 当然短线上 我认为指数一天就反映了 这七天的休息休市期间的 国际股市美股的涨幅 我们一天反映完 算是一个补涨 那补涨过后要怎么看 当然主流还是在AI族群 所以在 其实在过年前 甚至是在去年年底吧 是不是 当时就跟各位说了 这个这波是一个 多头行情的主声段 的主声段的开始 我们待会再来回顾一下 所以你看 我常说 在股市里面 唯有领先才是赢家 我们怎么个领先 例如说这个图吧 这是去年的11月20号大盘的周线 我去年就提出来了 现在 看起来老师真是先知 当时 去年的高点 17463还没过 当天是收17210 你看到 收17210 现在已经187了 又多了1500点 那是去年的 11月20号 为什么当时我跟各位说 当时周线 MACD柱状体 刚刚翻红 对不对 就周线来看 这里柱状体翻红 当时我说 这波大盘的出声段 是从疫情之后 最低点8523 分5波段上 12345 分5波段上涨 有没有 12345 回档ABC 有没有 回档ABC之后 再涨 一 这段二 对不对 去年很高点拉回来这段 然后从这里 10月底 11月初开始涨 当时是11月20号 那周线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吧 果然创了新高 今天最高来到18725 当时我在这里就跟各位说 要过去年高点 当时是17210 要过去年的高点 17463 小差一跌 各位还有印象吗 18619也不是问题 既然这里是 这里是主声段 这里是出声段 这里是主声段 主声段 主声段的第一段涨完 第二段回档 第三段要涨 那这个涨幅 当然要超过这里 这里过不过 18619 当然要过啊 我当时就这么说了 不是吗 今天就过了 今天就过了 不是吗 所以你看 周线MACD 是不是极有参考价值 对不对 一路柱状体 都是往上到现在 回档的起上点 是我抓的啊 不是吗 除了这两次的低点 跟各位说 利空就是买点之外 当时我说1月5号 这里回答要开始涨了 是不是 就回答正在看 这段时间 回答 有没有 回答涨了11.7% 廉价期间 涨到739了 这里多少 490 看到没有 台积电涨了11% 安盟涨了78% 廉价期间 除了道琼小跌之外 道琼是跌了0.6% 跌230点 这段期间 那其实肺半涨超过5% 肺半涨超过5% 今天台北股市 完全就反映了 肺整半导体 和AI组型的大涨 还有安某的大涨 你看喔 这波的低点 去年的11月1号 所以要成为 要成为赢家 你必须要领先 回顾一下去年的 肺半的低点 有没有 当时的低档背离 11月1号 有没有 11月2号早上盘前 我说反弹不会只有今天 反弹不会只有今天 11月2号 各位记得 早上还没开盘喔 对不对 肺半低档背离 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2号 当天大盘收藏红 涨了358点 谁知道盘前 他要大涨 我知道 我特别提醒大家 在11月2号的盘前 前一天晚上 11月1号 去年11月1号 提醒大家 废半低档背离 利空不跌 结果 2号早上 特别提醒 不要卖股票 要开始涨 结果真的 一根藏红 收盘大家都看得懂 就像今天一样 大盘涨了 涨了500多点 涨了这么多 当然看得懂 可是 开盘前谁懂 谁知道 这根藏红会出现 所以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 美元指数 当时也是 我特别提出来 美元指数要回档 这里要贬值的 MACD-1要贬值 结果美元指数真的 贬了6%多 最近反弹起来 最近反弹起来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 他就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整理 包括什么 新台币一样 新台币我在去年的10月份 10月底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个礼拜 10月底那个礼拜 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 拜托大家 不要再抛售台币了 不要把台币抛出去换美金 拜托 你就换了美金 当然因为台币在贬值 美元在升值 而且美元定存 力量又那么高 全市场 当时每一家银行都在推 什么 美元定存 对不对 三个月起了 半年起了 可是我当时特别提醒大家 台币这里高档倍率要贬值了 台币要升值了 要下来 美元要贬值 台币要升值了 所以拜托你不要再换台币 抛售台币了 你反而应该把外币换成台币 因为台币要升值 台币一路升了5.7% 两个月把美元定存一年的利息都赚到了 结果最近台币在这个地方做整理 跟美元指数一样 在快速升值之后 最近在整理 那其实并没有影响多头的趋势 像今天的台北股市 可能 如果你在过年前是空手的 那今天真的有追不下去的痛苦 因为 老师今天追下去追在历史新高 万一以后掉下来 自己好像呆子 买在历史新高 那不是笨蛋吗 但是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 今天应该是短线课 爆股过年的投资朋友 今天逢高赚钱了嘛 先下车 那长线的机构投资人 在 年前 在选前 在农历长价前 卖出的投资朋友 因为看到国际股市变化 今天不得不增加持股的比重 所以今天我个人的判断 将近五千亿的量 是在做大量的换手 那日新最近也是很猛 它距离历史高点 剩下八百多点 连九百点都不到 剩下八百多点 日新都快创 历史新高了 其实国际股市也纷纷的创新高了 南韩股市呢 本来这段 北韩说南韩是敌对股 这段急跌下来 终究会反应基本面 它又回来了 南韩股市也回来了 那交易指数今天一个超级大跳空 最高18725 18619的 之前的历史高点 两年前的历史高点 真的 如预期 是不是过了 我说过 是在去年的11月份 对不对 刚刚给我看到这图吧 我去年11月份 就说 这里是主升段的主升段开始 18619是会过的 结果今天真的过了 对不对 真的过了 电子肋股来冲上去了 OTC今年是长红 所以整个趋势来看呢 这个是多头走是没有问题吧 只是短线上会不会涨多出现震荡拉回而已 那如果 如果真的还有拉回 因为今天 一步到位嘛 对不对 我们休假了这么多天 包括9天 包括两天交割 今天一次反应到位 那未来几天如果震荡很正常 台积电一次反应完 过两天台积电拉回 如果过两天台积电有拉回 指数有回档 那反而会是中小型股票进场的机会 所以 看法没有变 各位就偏多操就对了 因为我刚提到的 量先下行 新大量之后 还会有新高点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你就扫描这边的QR Code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来 你加入我们Lite 小老鼠L1117899 你可以看到我每天晚上的大世界化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每天盘前的 盘前叮铃 还有筹码表格 再来就是强弱势股的温度计 也就是说 我们这套系统 包括APP 是全市场唯一能把股票的 技术面打分数的软体 为什么要打分数 很简单 你打了分数 你有评断的依据之后 我们才有能力告诉各位 全市场前五强是谁啊 如果你不打分数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判断它是前五强呢 因为我们技术面打了分数 我们可以知道 它技术面总分多少分 它今天技术面进步多少分 这个就是我们这系统最强大的功能 因为我们打了分数才够客观 才能筛选出全市场最强势的资优声 来那怎么看到呢 很简单啊 来你就点击手机右上角这里 这个记事本 记事本放在下长这样 就像一本 笔记本一样对不对 你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大世界化 或者是点击手机中间 强谷温度计啦大世界化 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赢家的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机率 所以这波的趋势 刚才各位看到我去年 11月20号 大盘的周限度 当时我就预告 这个大盘是主升段的主升段 历史高点18619会过 结果今天果然 过了 在龙年的开春第一天 很漂亮台北股市就创了历史新高 这个大量是大量换手 各位你不用太紧张 因为虽然今天不是收在相对高 OTC收在相对高 不过集中市场 收在相对没有很高 对不对 差了还蛮多的 没有问题 短线上或许全主会进来 拉回整理 指数涨多了 缺口搞不好回补一半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选什么股票 我们今天很开心 手上股票一大票涨停板 上次加上个股票涨停板 其实不多 这是好事 如果看到七八十档涨停 那真的过热 今天还好 但是我手上股票真的涨停板好多档 我们待会看一下 来这个 当时去 在今年1月18号 我记得1月18号那天是下午台阶段的法说 当时我晚上的抖音就说 明天要准备开始涨老AI 偽创技嘉广达 对不对 所以偽创隔天 老师超准 好准啊 对不对 偽创报天量所涨停 隔天 1月19号 就这天 我是1月18号预告的 19号尾创到涨停 对不对 就尾创大涨之后 看技嘉 这也是19号 今天技嘉 来来来 一路往上走 对不对 我们技嘉都还在喔 来 今天技嘉 来 今天开涨停板 收涨停 370.5 从这里到这里 所以你看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系统 你就照做就好了 是不是照做就好了 你照做就好了 当然短线上 我也不建议各位在这个地方追 追技嘉 因为 左边套牢区 这个地方可能要做一些换手 短线上趁他拉回再进场 不要在这个地方追价 因为追价 距离我们还蛮远 如果追进去 如果出现个拉回 不要说跌个十几% 跌个5% 7% 你很痛苦 哎呦怎么买一个高 买到一个高点 短线上拉回你可以进场 不用急着追价 例如说你看 好股票你可以等拉回 这天是1月30号 外投资比第一名在双红 涨了4.95% 双红就是我们标的 因为我们当天也启动 加码讯号出现1月30号 所以31号我逢回去买双红了 还记得吧 对不对 31号买了 买383呢 有没有 30号真的掉下来嘛 这是不是加码讯号 30号有加码讯号 反正不是大买吗 对不对 刚刚各位看到抽码表格 不是外投本比第一名吗 30号这一天 出现第一个加码讯号 外投本比第一名 那隔天掉下来 你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你买的比 反正买的还要便宜 也不是嘛 是不是 就来 双红212号涨停板第一根 对不对 212号涨停 有没有 是不是 我们30要买的嘛 然后呢 2月2号 创下历史信号425 来看今天 来 今天469了 来 22.45%了 有没有 469 我们获利大概22.45% 非常恭喜 我是不是趁拉回买的 我没有追啊 是买盘下的 是哦 所以强势股 你也可以趁拉回的时候进场 你不一定要急着追价 因为量价筹谋打了分数之后 你就选择 不管是启动讯号的拉回 或者加码讯号的拉回 你就找机会进场就对了 因为这些都是股 股市什么 自由升 包括齐鸿啦 1月20号 这不是启动讯号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震荡拉回 有啊 1234又一个加码讯号 429.5了 来 今天来给我看一下 今天 今天 来到哪里 来到534 这里是380.5了 40% 40% 300多 涨到500多去了 是不是 有没有很久 没有啊 1月20几号到现在 没有很久 对不对 所以要成为赢家 那你不是 就看得懂讯号就好了吗 老师你讯号怎么来的 你不用了解 这个量价筹码是如何打分数的 你只要看得懂箭头 你只要看得懂 三角形的启动讯号 照做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因为 我们已经把最复杂的工作 简单化了 是不是 40.3%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选股 因为我们出现股票 当然也不会只有一两支 那我又特别在我们的盘中 大概1点到1点15分 我特别提醒我们家族成员 有什么好股票 例如说刚刚的奇红 例如是创龙都是一样 有好股票出现讯号 我觉得这个股票不错 例如今天找到10档 对我特别挑两档 提醒我们的家族成员 所以即使各位 你没有用过APP 你没有用过软件 老师我不会也没有用过 很简单啊 我特别提醒你 我们在抠讯中 特别提醒各位 例如说潜顶 1月29号 是不是 这当时盖牌是潜顶啊 这里每次都失败 所以我在抖音讲个N遍 因为当时MACD是负的 这里就会对哦 为什么 这里的MACD是正的 结果千里真的一路涨 来 31号第一根涨停 今天又第二根了 是不是 这里出现讯号都不行 这里为什么可以 因为这里MACD附的 这里MACD正的嘛 各位如果你是我们 的好朋友 或者是我抖音的好朋友的话 你当然你就很清楚 第一时间 我也在抖音里面分享 所以今天又是礼拜四哦 今天红盘第一天 今天晚上 一样 直播 所以晚上10点 大概10分吧 10点5分到10点10分 我们晚上见 直播 因为直播节目跟这个不一样 直播有互动了 所以你有问题 你就可以在直播上面来问 来问 潜艇今天第二根涨停 创新高了 来 还打 旺锡 6223 旺锡 来 1月9号 我今天好几档涨停 第一根 今天旺锡第二根 2月15号 今天涨停板 302.5 29.3% 所以 今天大部分 大涨的股票 几乎都是跟AI相关 有相关的 旺锡今天第二根了 涨29.3% 还有哪一支 来 昆银 2365 2月2号才抠的 才抠的 封关的前一天 2月2号才抠的 来 2月2号抠 2月5号 封关那天涨停 今天他又涨停了 是不是 这选股有没有厉害 各位 连续两根呢 是不是 有没有 两根涨停板 20% 2月2号抠的 2月5号涨停 封关涨停 新众货盘又涨停 这就是选股 来包括华泰 华泰是1月11号抠的 有没有 2月15号 涨停板了 22% 所以我说华泰多简单啊 你在这里买嘛 这里卖嘛 这里在买 是不是 你只要看得懂 序话就好了 简不简单 真的是超简单的 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找方法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 我们的APP是相当值得你参考 太厉害了 不是吗 华泰今天的涨停 来 那去年 应该说今年1月份最强是哪一档 雅细啊 这是去年杨历 12月29号 最后一天 最后交易日 2023最后交易日 我们call的嘛 雅细 就雅细涨了几个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根涨停 所以我说今年最强的一档 就是雅细 而雅细我们是在去年 2023年的最后一天发现 对不对 涨了贵极停板 涨了100%以上 八根停板 106% 最高148% 怕得到吗 是不是很惊人 是不是很惊人 这最近拉回老师 但是 如果你买的够低怕什么 就怕你买了这里就怕到啊 买了这里不怕啊 随便他啊 而且他来到支撑线啊 如果明天破 明天破的丑人就好啦 如果没破呢 没破的续报啊 对不对 要成为赢家 你不用天天盯着盘看 你只要看讯号 老师平常讯号出来 过两天有反弹卖一卖嘛 卖掉再找新的股票买就好 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标的 每天都能帮各位找到 量价抽码95分的知优生 这就是操作逻辑和原则 来 这是哪一个啊 实在是文页啦 这里都不用买 所以我们不买盘整区 虽然他基本上不错 但你买盘整区浪费什么 时间价值 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 对不对 是要付费的啊 两个月你不用付利息嘛 对不对 你可以做别的运用啊 所以这段期间 你根本不用买文页 这里买就好了 三角形跟着箭头一路涨 到了今天来来来 有没有 到21号已经187 从119涨到1%去57%呢 也不容易 对不对 也很精彩 那这个爆炸量还长上一线 我认为 就量先价钱的角度 应该高点还是会过的啊 所以付金通也很简单 你看 这里买这里卖对不对 这里再买 也是三角形跟着箭头 涨上去 这里又50% 这里一倍多 这里又50% 拉回来转弱了 有没有四根停板哦 转弱就卖掉 今天大盘大涨 涨爆了付金通没涨 付金通没涨 所以这就是最棒的软体 该买 该卖 什么地方转强 什么地方回档转弱 你就卖掉 再找标的 你附近都出来的钱 你有没有标的可以买 有啊 多了很 跟着我们 跟着赢家的操作模式 来 在这场上哪一场 洋华 洋华也很标耶 对不对 这里启动 隔两天变加码 一月份了 都一月份了 结果他涨上哪去 涨了几根了 洋华涨了58% 也很惊人吧 是不是 富士达呢 富士达今天还在创新高 你看 真的是 有没有 从400涨到749涨到87% 后来是真的夸张 对 就是那么夸张 你要找到标普的时候 你真的不用理他 就不用理他 就抱住就对了 你抱住等他涨 然后真的转弱 转弱在卖啊 我们的做法 不可能卖最高点 如果你那么喜欢卖最高点 你大概这里都卖了啦 对不对 我讲的没错吧 是不是 所以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 你看 亚细 148% 对不对 沿通 沿通 59% 这两天回党 有影响多多走失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杨华 58% 真的是很吓人 来 今天呢 我们今天好多少档涨停 你知道吗 你看 双红今天第二根 创新高 对不对 双红 来 齐红今天第二根 创新高 今天齐红也涨停板 还有哪一档 来 前顶也涨停板 前顶第二根 所以你看 是不是照着做就好了 你只要看懂这个 你只要看懂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 三角形的启动讯号 再来就是 第一个红色箭头的加码讯号 就那么简单 因为你三角形跟着箭头 不是我常说的吗 因为你出现讯号就95分 已经是资优生了 你要连续两天出现讯号 那就资优生中的资优生 包括当时 各位看到雅系啦 附近通不都一样吗 对不对 来 旺系 有没有 旺系今天也涨停创新高 今天涨停板的数不完 昆银 昆银是封关前两天才抠的 对不对 2号 2月5号 2月5号涨停板 封关那天涨停板 今天新春开红盘又涨停板 所以两根 对不对 昆银两根 哪一根 华太 华太这里扣了 今天能创新高 所以你要不要跟上脚步 如果你有好方法 你做的也很顺 你都顺利的赚到钱 当然我也很恭喜你 如果你总是做的不顺 或者是 老师我做的还不错 但是我希望能赚更多 那当然跟上脚步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看的太短的话 你好的股票真的爆不了一段 你能赚到5% 你自己觉得很棒 顶多20%吧 你觉得做到20%已经很厉害了 你就卖了 对不对 你没有想到有 我们这个有的股票 三成五成还有一倍 150%的都有 是不是 所以人家成为赢家 不就这样做吗 你不用天天盯盘 你只要盘后看一看 哎呦 平常希望出来了 好过两天反而来卖 就那么简单 操作一样的简单 简简单单 连技嘉从这里到这里 都40%了 今天技嘉也涨停板 有没有 也是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了 不是吗 所以要成为赢家 赶快跟上赢家的脚 像今天有一档股票 这是封关那天才出现讯号 我们也扣给会员 今天很刺激 今天早盘开高 因为大盘大涨 开在这里 盘中急沙把封关那天低点都跌破 我们今天几乎买在最低点 我常说我不是很喜欢追股票 但是好股票出现好买点 他营收圆月营收是历史次高 年成长是51%多 那今天的大洗盘是个机会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上这档股票 你就带回去 如果过两天有震荡的好机会 赶快 赶快跟上我们脚步 我带你进场 今天我们几乎买到这里 就几乎买到这里 真的几乎买到最低点 今天急沙 哇开高 瞬间急上 进去 拉到盘上 所以这就是操作 所以跟上赢家脚步 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到 我们已经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来 跟着我们轻轻松松 跟着筹码大师 轻松快乐 选标股 来 我们负责选标股 各位你负责数抄票就对了 如果你是 专业投资人每天在选标股 很简单 你就把筹码大师的APP带回去 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呢 盘中及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三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我筹码大师最贴盘的资讯哦